大選基本上 由我完全負責任 我自己負完全責任 我不推遲任何責任 大選失敗 我就退出政壇 99年7月18日 民進黨中常委選舉 謝長廷用力的擠進中常會 他說自從總統選舉落選後 政治上的打壓不斷 一下子是飛文錄音帶 又說他是廖北亞 對方公開亂講 自己卻沒舞台 所以他不能離開政治 坦承當年判斷錯誤 並公開道歉 歡迎回來 新闻星總會在KING3 來做會 從民調裡面 看得出來目前彼此之間 尤其是TPPS民調 推估下來 這個民調其實引起了滿大的震撼 蔡英文會贏 馬英九二十萬六千票 這是一個藍營的號角響起嗎 看到這個民調我就覺得我要跟宋楚瑜道歉 因為我原來一直講說看這個民調我現在還是要推估 目前為止呢宋楚瑜根據TPPS 94萬9千票 裡面只剩下七萬六千票 也就是說蔡英文依蘭領先 馬英九十三萬票 所以我先前講說城市不足 拜師有餘 錯了 原來拜師也無餘 我真的要跟宋主席道歉 所以宋先生根本與大局無關 只有一種熱情和一種 可能像剛剛那個符咒一樣的力量 所以藍營也不用擔心說 這個宋是來搶了馬的票會讓馬落選 不需要 藍營其實就是從數字上來看是不需要 但是確確實實宋楚瑜這個效益 會讓很多選民很煩 所以宋楚瑜的這個狀況呢 就是很煩 就好像當年八國聯軍的很多將領 看到那個義和團一樣 很煩 但也沒辦法成事 但是很煩 一直在騷擾 很煩 我最近常聽到什麼死亡交叉 意思是說 好像這麼一叉 就不會再改變了 其實最近會有這樣的 蔡英文氣勢上漲 我們都知道 跟蔡英文有三隻小豬 然後國民黨也有一堆官員 也做了一些豬頭豬腦的事 當然有些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做我覺得反映的是現在的氣勢 不過李姐我們可以回到上一頁 如果說這會不會造成藍營的這個危機意識 你看如果現在用宋的支持度9 去乘以會氣宋寶馬的11 這其實乘起來還不到1% 所以整個選情裡面 真正會移過去不到1% 如果只看這個 我覺得是不行的 我覺得很多藍營的看到的是後面那個76跟78 因為現在有76跟78 不等於到了投票那天 現在說他不氣寶 一定不氣寶 所以我覺得這些一定是他有很多理由 他對馬不滿 他覺得很痛恨馬做的一些事 覺得你沒有魄力 可是我覺得這76跟78 等他們想一想 如果你這樣做下去 到底是氣馬保了宋呢 還是我們老李登輝說的 氣馬保台宋總不等於台吧 在李登輝的規劃裡 那個台是菜的機會比較大吧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想清楚 到了當選的時候 如果是菜當選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讓這76跟78 再乘以那個9了 那乘下去之後 那就是七八趴的人 那這七八趴的人呢 當年是可能有投過馬的 那馬怎麼樣把他們勸回來 我覺得馬現在的 他都不出惡言 就是想要把這76、78的人 希望他們能夠回到來贏這一邊 但這要靠政績 靠態度 靠說服了 靠說服了 嗯好 老師怎麼樣看這個 確實 現在這樣的一個膠著狀態 對於一個現任者來講 其實是很難堪的 因為他是一個執政者嘛 對不對 手上有這麼多資源 而且也沒鬧過什麼 什麼貪污啊 什麼醜聞啊 什麼的也都沒有 那我一直覺得 馬英九陣營是缺故事的 三隻小豬把馬英九的陣營 打得個稀里花啦 那我覺得馬英九 其實做了這麼三年的總統 已經是一隻老鷹了 不再是小鷹了 小鷹是有點點 還幼幼嫩嫩嫩那麼好 那作為一個老鷹 你看在網路曾經 傳那個老鷹的故事 老鷹是到四十歲的時候 叫脫胎換骨的 所以你做了一段時間後 如果你的肝骨夠老了 你的這些骨頭啊什麼 都要重新重新出發 可以再活個三四十年 其實我覺得馬英九 如果有一個老鷹的故事 這老鷹因為你站在高空 你看的是全局 所以你要背負某種孤獨 背負某種被人的責任 因為你沒有辦法 跟大家親近在一起 你要整個才高瞻遠足 才能夠帶動方向 你老鷹的故事 你可以看你怎麼來思考 這個國家大政呢 我覺得這個甚至比 long stay home stay 更重要 因為已掌握執政的高度 所以他並沒有辦法靠著說 因為民調的接近 不需要緊張 擔心緊張說 馬英九可能不能連任 可能會讓蔡英文當總統 所以藍營全部回籠 這個部分 我覺得更不需要去想這個 如果你只看每天的民調 那你就沒有老鷹的高度了 你就繼續跟小鷹擠在一起 但是你明明是個老鷹了 你不再是小鷹了 但是對於支持者來講 這樣的民調有沒有呼喚作用 沒有 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剛剛廖老師特別提到說 執政都有包袱 看國內外都一樣 但是大家又說執政是有資源 執政的支援 所以到底是資源是比較重大 還是包袱比較大 馬英九的執政風格 不喜歡把他正式的資源 拿來做選舉的用途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有這個潔癖這個毛病 我們現在其實就是把 所有的局勢全部攤開來看 這些的一些的發展跟變化 一定都會影響到選民 開始的一些的判斷 馬英九有很多的選民 氣他而去 認為說他對他不滿意 所以不投票的啦 連含淚含恨什麼都不投的 有非常多 那但是現在整個局勢 開始在變化的時候 我們也在觀察說 這些選民會不會因為 真的馬英九會落選了 以前講說不缺我這一票 反正他應該還是可以當選 現在會不會因為說 可能他真的不會當選 這個危機意識出現 會不會 有沒有 現在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宋主席 上次有七百 應該怎麼 什麼老母什麼 金刀老母 第三聖母 那個請去看當年的飛機 不用含恨 這個上次有765萬票 到目前為止只有629萬票 所以有136萬人 現在是看到馬英九是轉身離去 那這轉身離去 它不是一次的事件 幾乎是三年來持續的事件 所以現在我們剛看到說 宋主席沒出來 還有出來的時候 馬英九和蔡英文的支持度 也差不多 差距是沒變的 所以我是說 目前為止那個76%或78% 他們就是廢票聯盟 他們基本上 不在乎他們票數的廢票 所以此時此刻 我是說用這種危機感 對他們的影響不大 但是要回來是重新去問 那136萬 氣馬而去的人 你要怎麼找回來 所以我會講了更具體一點 我其實大家看了出來 我的立場就是那136萬之一 我也承認 馬英九 其實你不要再去 就同意了 你不要再去講那些什麼空的 再去重複2004年的 2008年的莊可愛 其實他們就再等一句話 等馬英九向他們道歉 對不起 這三年辜負你們了 我保證我將來一定有能力 做到什麼 沒有喔 可是馬英九從來就沒有過 他還在那邊空十對 還在那邊 兩千里巴黎來裝可愛 其實真正要轉變的是 那136萬 因為你看到他們 道個歉就好了 你們還蠻好打發的 真誠的 而不是說 如果讓你不高興的話 我向你道歉 這是馬英九是個道歉 沒有 我是覺得 其實這裡面要看的喔 不會道歉 不是說那個跑掉的一百多萬 跑掉一百多萬 回了來多少不知道 但是這一個民調出現的時候 你要看的是 那六百多萬要投給他的人 他們的一個心情 和他們的一個動員 這個會是後面的一個 不一樣的發展的力量 那六百五十萬也會動員喔 對 這當然也是動員 這個的 他會因為 因為他已經輸了 所以他的感覺 他的動員的能量 會不會比以前更強烈 這是可以來看 會反轉喔 會反轉 因為大家都說 蔡英文最近 尤老師都說 蔡英文最近是因為 三隻小豬等等啊 等等等等 那如果照這樣的一個發展下去的話 國民黨絕對是會反轉 絕對是會勝 國民黨裡頭那個政府裡頭 有多少隻超過三隻小豬的智商 多少隻小豬 不止三隻欸 你想想看 這樣發展下去 我覺得了不起 你看這個 齊盛喔 齊盛這個非常 可以樂觀一代了 非常支持這個宋主席 而且先前呢 也傳出來說 齊盛打算要來參選 而且選的地方呢 就是宋主席的家鄉 呃 就是領口那個地方 就是說主席的故鄉啊 也要來參選 呃 我不曉得 齊盛你現在的 你現在的決定 是不是 選下去 一無反顧 這是你第二批要公佈的了嘛 對 你們也沒有第二批的名單嘛 對 這件事情真的是經過 非常長時間的參考 我們大概在六月底的時候 就接觸了 然後希望說能夠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那我也有 我也有很認真的思考 近期之內呢 其實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我覺得我以我的這個法律的 學理的素養來說 明顯的不夠 我覺得還有充實的必要 尤其是國家的政策的發展 你的假話意思就是說 你的假話意思就是說 你的 我的能力還不足 我覺得還要只要精進 包括了法律上的這種 學理素養啊 包括對於國家政策的認識 從六月份到現在 你怎麼現在才發現 你能力不足咧 就每一項要來評估啊 每一項要來評估啊 你這當中發生了一些 什麼樣的事情咧 這我們比較好奇一點 你說現在 就是說 你現在確定這一次 你不會參選 對不對 我已經晚洩了 這個政策 晚洩了 對那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情況在你 他們之前有沒有 多少時間跟你聯繫 這段就請你參選以後 有沒有再跟你聯繫 有啊 就是六月初 最近最近一次才 最近才剛跟主席見過面 也聊了一下 相關的一些選在的故事 這當中 當中有任何人來輔導你嗎 你是個新的小企業 對 琴秘書長他在台北市 也是現在的新北市 是做很長期的這個黨部的主委嘛 所以地方上非常熟 包括引進一些重要的人士啊 都在幫 帶著你跑嗎 認識啊 帶著你跑嗎 他恐怕也沒有那樣的 那有沒有任何 任何親民黨在幫著你們的小機 在帶著你們在跑嗎 嗯 嗯 有的 就有一些 一些支持者啊 在在 支持者 領口啊 淡水啦 黨裡面給你什麼樣的資源 黨裡面的資源 當然啊 包括過去的經驗的分享啦 包括現在 泰式的一個 解剖析啦 啊等等 這些都在 錢呢 等一下我們回來 我們在 我們回來再來 繼續來拷問 拷問 哈哈哈 哈哈哈